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侵权行为一直在发生 持续了这样长的时间 第二点呢 我们是如此后知后觉最近才发现的吗 不是 我们早在这种侵权行为发生后不久就发现了 并且联系了侵权方 对方在接到我们的通知以后 承诺说把侵权内容从他的网站上面去掉了 告诉我们说他已经采取措施了 这已经是将近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还私下里继续把侵权内容用于他的商业用途 把侵犯我们版权的内容用在他的商业宣传材料里 这一点呢 是我们最近才发现的 第三 侵犯我们版权的是谁呢 令人惊讶的是 竟然是一个律师 是在美国加州的移民律师 叫Daniel郭律师 一会儿呢 大家会看到侵权的具体内容 和这位郭律师的具体信息 因为以上提到的三点原因 即前后侵权时间长达近三年 侵权方在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停止侵权行为 以及侵权方的移民律师身份 我们认为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非常恶劣 需要在这里曝光 告知大家 如果需要呢 我们还会在后续的视频里面 讲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简单说 2015年的11月 我们请设计师制作了一组卡通漫画 就是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卡通漫画 请的这位设计师的信息在屏幕上也有 然后呢 这个用来宣传和介绍我们律所的服务 这组漫画呢 现在还放在我们律所的网站上 在我们律所这个是网站的地址 然后呢 可以看到 我这里呢 显示的是PDF的内容 更清晰一些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分页介绍和比较 看是否存在抄袭和侵权的行为 然后呢 在2015年底 我发现这位郭律师的网站上出现了和我们非常非常 相似的漫画 我当时截屏保存了证据 然后呢 那么这个漫画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直到最近郭律师还在使用的 一会儿我会逐页的比较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什么相似的内容 这是第一页讲的Y 为什么选择我们人物字体 那么呢 这里我把它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一会儿一页一页的比较 好 这是他的第一页 这是我的第一页 那么接下来第二页呢 是我们的人员的信息情况构图 大家看到五个人 然后他的第二页呢 在这里 大家看到这一个人 这个动作 表情 服装 拿的东西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呢 大家看到这一个人 只不过是一个镜像的对称 对吧 反过来 那么还有这一个人 这个呢 样子大家看到服装 表情 发型 只不过他稍微挪了一个位置 那么这下面呢 我们显示了有这个博士帽 因为我们的同事有很多有PhD学位 然后呢 我们这里有英国国旗 有德国国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的同事 有一位是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 还有一位同事 目前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 他是在德国做过博士后研究 那么在这里大家看到位置 国旗 博士帽都一模一样的 我们解释了国旗的原因 对他来说 我看不到任何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 这是这第二页 大家看到这么多相似的 或者完全一致的内容 第三页 就我们讲到了呢 我们有强大的这个科研的背景 这里呢 大家看到人物同样在这里 对吧 内容 文字基本一样 人物这里呢 他把这个稍微的变动了一点 好 那么再看下面一页 下面一页 我们这里呢 讲到Approve的标志 然后呢 人站在这一边 左边 下面呢 讲到我们的批准的情况 因为我们原来也是有这个数字的 Approve的这个标志 大家看到人站在这里 是吧 这些内容 那么再下面 这个呢 是说我们承诺 对一些申请的做出的承诺 这里的Approve的 我们用的这个词 No risk 像这样 然后refund 那么看一下它这一页 同样的字 同样的信号 同样的Approve的这个标志 同样的refund的字样 稍微有一点别的地方的变化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就讲到one package 我们给申请人准备这样方便 是吧 人物在这边 one package的字样在另一边 one package 像这样 人物在这一边 对吧 这样比较 那么再下一页说 如果申请人收到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RFE 那么大家看这个人物的形象 然后RFE的字样 那么这个戴着蓝领带 这个人物的形象 在这里 那么下面呢 它这一页看 完全同样的人 同样的发型 同样的衣着 同样的领带 同样的表情 同样的首饰 是吧 再往下 是说呢 我们为客户提供485的信息 no additional fee 这里有一个绿卡 然后呢 这个图形表示 那么我们看看它这一页 绿卡 这里它把这个稍微变了一点 no additional fee 我们用的一样的文字 再下一页 这一页呢 因为是只适合我们的 我们很多人 有自己通过EB1 NIW等等途径 拿到绿卡的亲身经历 所以这一页呢 抄的一方 没法拿去抄 那么再下一页 这是最后一页 那讲到呢 这个构图 是说我们有这些 credentials资质 然后呢 这里有讲我们top这些资质 然后人物在这里 对照看一下 这个图 这个approved 这里讲这个top 这里的文字 是吧 top choice 大家看到位置 内容 现在我把这一共 这九页 我们的是十页 亲权的有九页 我们逐一的比较 大家看到 这个是分别单独 这个偶然造成这样相似 这种机会能够有多大 大家考虑一下 是吧 大家看我们展示了 这些图片的具体的内容 是吧 然后人包括人物的形象 衣着 表情 动作 整体构图 所有图片的排列 包括顺序等等 然后还要解释 我们出现那些内容 包括国旗等等的原因 大家看一下 是偶然的 非常相似的几率 能够有多大 抄袭和侵权 这是一目了然的 是吧 非常非常明显 那么大家知道呢 抄袭的定义 侵犯版权呢 这个呢 一会儿我们会具体再讲一下 什么叫侵犯版权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抄袭的 这个不仅仅是 主意 想法 idea 还有这个expression 这个表达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呢 比如说 写学术论文 抄一个章节 一段话 也是抄 然后呢 一字不落的 这个连标点符号 都不改的全文抄袭 这样是比较少见的 很多人呢 会稍微改动一点 但是这个呢 性质更加恶劣 反映出来 是明知故犯 那么大家知道 这些不可能是偶然的 那么版权侵犯呢 叫copyright infringement 这是说呢 因为我们对卡通图片 拥有版权 我们和设计师 签订了合同 里面明确的表明了 版权属于我们 未经我们许可 来使用有版权的内容 图片和文字 尤其是用在其他人 他这个个人的商业目的上 这个呢 是对我们版权的侵犯 如前面提到 在发现了抄袭和侵权以后呢 我在2015年底 16年初 联系了这位 Daniel郭律师 他是一位在加州职业的 移民律师 他回复了我的邮件 表示说 已经把他的这一套图片 刚看到这一套 和我们如比相似的 这样的这一套图片呢 原来他是放在 他们的网站上的 但已经从他的网站上去掉了 我当时想呢 既然知道了以后能改 那也就算了 给他一次机会 我就没有再追究 没有想到 过了将近三年 我最近通过一个 偶然的机会 才了解到 他仍然在继续 这种侵权行为 只是更加隐蔽了 他不是公开的 把图片放在他的网站上 而是用在宣传材料里 通过email等等方式 发给其他人 用来宣传他自己的移民服务 这个名字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联系方式等等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我需要我们可以把字体调大一些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把他的联系信息和刚才这个显示 和我们就非常非常相似的图片 放在同一页身 用来宣传他自己的移民服务 用来作为他自己的商业用途 这个文件名呢 它起名叫 service fee chart 那么看起来呢 他经常发给潜在客户 和申请人的宣传材料 从这一点呢 我们也估计 在过去几年里 他可能非常多次的 把这样的这些图片 用在了他的商业用途上 那么近日呢 我再次联系了这位郭律师 再一次提醒他 说不能这样做 他的回复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他私下发给别人 不是公开放到网站上 这有什么区别吗 同样是用于他自己的商业用途 同样是侵权行为 他还说 他的图片对我们原创的内容 做了一些改动 这有什么区别吗 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他的图片未经允许 抄袭了我们的原创内容 是吧 包括人物形象 人物表情 动作 服装 构图 设计 图片顺序等等 这再明显不过 就算是没有完全 百分之百的照抄 抄一部分也是抄 也是侵权 在这里呢 我需要严肃认真的提醒 丹尼尔郭律师 他这种持续侵犯别人版权的行为 这种抄袭别人工作 然后拿来用于自己的商业用途的行为 这种在接到通知以后几年 仍然不停止侵权 只是从所谓地上转到地下的行为 是unacceptable 是不能接受的 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 从这件事 前后经过 如前面所述 反映出来的 像这样的移民律师 在处理事务时的这种工作态度 行业操守 这种判断力 能让人相信吗 以上 我讲到的都是事实 我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因为这是比较严肃的内容 所以用了比较多的文字准备 那么也争取了内容 达到非常严谨 那么最后 在这里 我可以再给丹尼尔郭律师一次机会 如果郭律师在他的网站上 为他侵犯版权的行为 公开道歉 并且把这个道歉通知我们 让我们看到 同时发给我们书面保证 保证从此停止他的这种侵权行为 我可以先不采取下一步行动 暂且不提出要求他金钱赔偿 我遭受的损失 如果他没有及时这样做 我会继续采取下一步行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再总结一下 这个讲座视频 这个题目是 有图有真相 让我们任无可忍的抄袭和侵权行为 竟然来自一个移民律师 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竹叶的比较了 这些内容 我认为应该是非常有说服力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ève настолько 敌论 更多 非常 烈 敌论